好 我們回到盤面來看 在今天指數大漲 大漲了157點 還會繼續再漲嗎 我們來看到台股在今天大漲了157點 外資終止了連三賣 外資認錯回補 三大法人就合買了132.71億 當然我們剛剛有談到平蓋股 照亮整個電子族群的 也是在今天整個吸引資金停住 最主要的族群就是電子族 是 沒有錯 其實今天大漲157點 其實很重要 台積電扮演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未來這盤是怎麼看的 所以這個盤是漲還是看台積電的臉色 對 看起來是台積電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台積電目前跟大盤的走勢 是最雷同的 大概超過八成 很像有沒有 大盤長這個樣子 台積電長這個樣子 我們從來沒有放在一起看過 真的一模一樣 真的是一模一樣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從目前這個 十大全值股的比重來看就知道了 我們看下一張 因為目前台股前十大全值比重 你看光台積電 就快佔了快三成 所以台積電未來只要不跌的情況之下 你說這大盤要怎麼跌 我覺得很困難 所以我認為這行情的後市看法 還是有機會過萬三 甚至到萬四萬五都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未來的先進製程 目前訂單能見度還是很高 所以台積電它不跌 不跌的話大盤就不容易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大家比較擔心說 這個美國總統大選 結果出來 不論是川普當選 還是拜登當選 可能會有一些震盪 可是我覺得大家不要想那麼多 因為很簡單 亂 怕美國會亂 對 會亂是會亂沒有錯 但是不論誰當選 他們面對的最重要議題是什麼 救經濟 所以一定要推出一些政策來救經濟 所以我覺得不論誰當選 結果應該都是一樣的 第三個最重要是聯準會 不管它怎麼亂 只要聯準會 它不降息 我覺得這熱情還會持續 好 所以這是你的看法 對 而且是偏多看法 認為萬四 我要踢館 你要踢館 對啊 因為 我們怪軍操盤手 要來踢館 怪軍操盤手 你要注意了 因為我覺得 全世界沒有人不知道台積電很好 說得也是 沒有人不知道 這沒人一共 對 問題是台積電 現在四百多塊 四百五幾塊 這個價格已經很合理嗎 二十幾倍的便利比 其實一點都 我覺得一點都沒有說很合理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 所以到底合不合理呢 我覺得不太合理 你覺得不合理 對 我覺得二十倍 以前都在二十倍左右 你覺得它很好 但是股價太貴了 因為除非未來 基本上它的成長率非常高 可是事實上 剛剛也提過了 因為台積電才剛 法術才剛出來 是 法術有沒有說未來非常好 沒有 第四季大概持平 而且第一季 明年的第一季 它已經講了 明年第一季可能庫存會怎麼樣 會增加 所以庫存增加了會怎麼樣 可能搞不好營收就這樣 那這個指數還撐得住 這是第一個 所以你的指數是看 我覺得指數現在是偏高 原因在於說 你可以看 就是說大家很奇怪就是用 你自己比較保守 對 用台積電來合理化 這個指數是合理的 這樣我覺得有點蒙蔽到 散戶的這個眼睛 就是說 你不能都是用台積電 來合理化這個指數 了解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們講說 陳燕一直在點頭 現在的指數 這個音量糟糕了 你有 現在的指數 沒有 現在的指數一萬三千點 可是你看現在的量是 一萬 一千六百億 一千五百億 對 一千五百億 因為過去的這個 給大盤可以錢 一萬三千點左右 大概在兩千多億的一個 一個位置點 那現在你不覺得背離了嗎 就是說 為什麼背離 我覺得說 散戶基本上會擔心 冠軍操練所說 這個量有點不夠 對 其實 然後你不能說 台積電看得很好 指數又看得很好 他說台積電都太貴了 太貴了 但我認為台積電未來 他這個先進程不斷推進的情況之下 市場上其實還是會有 他還是會持續創新高 因為很簡單 因為說台積電目前看起來 你感覺起來好像很貴 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未來先進製程 就像楊總剛剛講的 他說這個毛利率的問題 這個客戶訂單下降的問題 對不對 我跟各位報告 台積電現在5奈米製程 它的一個比重 第四季來講 它會比第三季要增加 大概2.5倍左右 到了明年 明年它的5奈米的營收佔比 會佔這個全年營收 大概20%左右 所以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不能光看台積電一支 因為所有的股票裡面 散戶有多少人 那我們還要看台積電之外的 哪些股票才來判出來 大判的場面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就我大概有準備 這幾個人看一下 就是說 光台積電之外的 很多熱門股 這也是好的股票 因為這些都是 iPhone的概念股 有大力光破底 對啊 破底 玉金光有沒有破底 也破底 破底 然後你注意看就是說 玉金光 大力光 晶電 這個其實跟這個 iPhone都有關係 問題在於說 你會發現散戶拼命買 結果外資拼命到 那也代表說 這個市場裡面 其實台積電之外的 很多散戶可能是套牢 所以指數在接近1萬3這個地方 到底是太高還是不高呢 兩個人都不用查 過兩天我們就知道誰對誰錯了 來講一下個股 楊董講的那個問題 還要再糾纏 我要再講一下 我要聲明一下 楊董講的某些個股破底問題 其實在台北股市裡面 不論哪個階段它都存在 有時候行情還是很多股票破底 所以重點在於說 選股的操作 怎麼選的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選股 那你選什麼股 我也認同它 不能只看台積電 那怎麼選呢 其實很簡單你看 像上個禮拜 我來這邊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說 被動元件9號要注意 對不對 9號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9號 我們看看你上次報的股票準不準 對 你看看9號 我們看K線 9號什麼時候 我這邊跟大家講的 這一天喔 確定嗎 確定 大家可以看一下VCR 這邊跟大家講 連續漲兩天 9號厲害 不只這樣 今天不要講9號了 9號已經漲上去了 9號已經漲上去了 我的意思說9號漲上去之後 後面帶到很多的被動元件 像什麼軍寶 加邦 像凱美 通通都漲上來了 所以我今天講的很簡單 就是說我們再從一些現在 熱門的題材裡面去找 接下來可以找到什麼樣的股票 今天大家可以注意到 對岸的入股表現不是很好 可是量子通信板的一個板塊 是集體上漲的 為什麼 因為習大大講了 他講了 我要加強量子科技的發展 那對岸的量子股是誰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看下一張 大陸目前量子股裡面的龍頭是在家 叫做國頓量子 等於是量子科技裡面的台積電 你看它最近已經漲了53% 對吧 然後跟它一樣 這跟設備有關的 量子設備有關的 這個叫做凱樂科技 也漲了16%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陸請全國之力去發援量子科技的時候 台灣有一些概念也會受惠 大概有哪些商機呢 很簡單 第一個在量子設備的部分 可是這個部分大陸很多常常都有做 我們能夠切入的就是量子運算的部分 量子這個電腦到底有多厲害 很簡單 一般來講 量子電腦200秒的計算能力 可以是傳統電腦大概1萬年的工作量 等於說傳統電腦 1萬年嗎 1萬年 對 傳統電腦你走30公尺 可是量子電腦它已經跑落地球26圈了 所以這速度是超級快的 它如果運用在這個科技運用上 它會怎麼運用呢 很簡單 像娟姐我們現在一起導 我們要去新一區的101 然後你開車你看導航 它跟你講說要走A路線可能要27分鐘 B路線22分鐘 所以你就會講往B路線走 當然 但我也看到是22分鐘B路線 所以全部都只要B路線同時 B路線又塞車了 可是你用量子電腦來畫 來看的話很簡單 它會幫你分配 你走這一條 我走這一條 那大家都不塞車了 這麼聰明啊 所以這是未來很大的商機 所以這個叫做量子運算的部分 那我們台灣能夠吃到應該是這個部分 那這有哪些公司 這有哪些公司其實不多 我們從這個經濟部工業局的這個網站上來看 它有收錄了一篇報導 叫做量子運算 特殊應用晶片 ASIC 創意跟智原會受惠 所以我認為 初期來講的話 創意跟智原會受惠 但是呢 最近高價股不太會容易 不太容易會動 反而是中低價的這個智原 我覺得後面是會有機會 因為很簡單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的報告 我把它放大出來看 量子運算已經被視為未來的新顯學 在英特爾 Google等陸續宣布完成量子運算 測試晶片 情況之下 代表說量子運算可以透過 CMOS的製程 然後用這個特殊應用晶片來完成 所以很多廠商就找上誰 找上了智原跟創意 但是目前智原股價我認為比較低 後續爆發力量比較強 我們先看一下智原 智原今天拉尾盤 對 所以你看到大陸量子一漲 他就開始反應了 好 來 我這樣 我先給你一個圈 再給你一個X 先給一個圈 給一個X這是 給圈是因為我對量子 這個部分我是認同的 因為我自己也學資訊了 就是說量子在0跟1 以前是0跟1 就是這個電腦的運算 跟量子來講 可能差1000倍的速度 這我認同 所以未來發展起來 可能是很驚人 可是 如果以那兩支智原 跟創意 當然是選創意 為什麼要選智原 他說現在低價股登道 可是創意 大家知道創意的那個 那個老闆是誰 台積電 對 創意老闆台積電 所以不用講說 這個技術的傳承 一定是創意 對不對 而且以創意的 這個 大家也知道說 創意跟這個 智原的技術來講 那也不用講說 這個創意一定是領先很多 所以 冠軍操盤手看好 創意 他會這樣子講 所以我今天也是有備而來 我有備而來 我真的是有備而來 因為我知道 大部分人會覺得說 創意比較好 因為創意是台積電的小孩 對啊 想要台積電 當然買台積電是要買智原 對不對 但是 娟姐 我跟你講 這是我去抓的這個 千張大戶的這個籌碼 你來看 創意的部分 千張大戶的這個持股比重 有沒有注意到 降下來了 但是智原的部分 有沒有注意到 它是這樣子上來的 千張大戶在增加 然後我們看看智原的K線型態 為什麼一般散戶投資朋友 坐牢不會贏 因為我們再拉遠點來看 你有沒有注意到 智原這邊在跌的時候 千張大戶竟然是增加的 代表說 特定券商已經在做買進了 所以我覺得 智原會比創意來得好 這是我的看法 沒關係 股價呢 會給兩位打成績 到底是踢管的人對呢 還是硬量對 這是漲價題材 其實還有一個什麼在漲呢 新台幣在漲 新台幣每次一開盤就大升 然後尾盤 央行再干預一下 所以每天都走一個 先強後扁的態勢 新台幣早盤漲了超過兩角 沾上了28.705 新台幣衝上了28出口業 還叫經濟部呢 說他們要邀請央行喝咖啡 哎呦 過去是央行邀請別人喝咖啡 現在是經濟部邀請央行喝咖啡 當然新台幣一漲 馬上就有資產題材在發燒了 方式付出 紅丹又來了 這不是已經消失在江湖了嗎 紅丹轉手炒作戲碼 再度上演了 現在竟然連歐米豆腐的師傅 也忍不住要去標房子 所以新台幣到底有多強 我們都會來看一下今天盤中走勢 好 那新台幣最近比鐵基更強 因為強得強負負責 所以說現在所有的傳產的股票 他去做多少的大家挨挨挨挨 好 今天又再升了 雖然尾盤又干預了 但是中場仍然收在28.95對1美元的報價 對 那中央銀行應該是今天尾盤有稍微的出手 那因為經濟部接受到太多的壓力 他說我要約央行來喝咖啡 我第一次聽到 拜託 貴婷都是央行 部長 你是六月來 但是央行是獨立機構 不是說你叫他來喝咖啡就喝咖啡 央行的人今天馬上說 你是我們的常務理事 你要討論到我們裡面討論到 你幹嘛要去那邊喝咖啡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 對 很多人知道1998年的時候 那時候14A總裁常常請人家喝咖啡 外商的財務主管 外商你前進來以後 如果沒有投入股市 如果你把它拿去買房 你死了你 一定是叫你來喝咖啡 對 而且也不能炒 後來有一陣子這個NDF 就是所謂的一個五本金交割 這個遠期外匯交易 這個部分來講就停止了 就不要讓你玩你知道 所以那時候如果聽到央行要喝咖啡 大家趕快走 台灣好像跟央行總裁 校正的只有一個人 叫做張宗謀 張宗謀說拜託 你媽媽這樣代表弟弟姓 我們都撞不住了 另外 其實你的合作不太好 人家韓國央行操作得比你好 兩個人槓起來 兩個人老人家槓起來 這是台灣央行的奇蹟 不過講到這一次我想 對房地產來講 也出現了好幾個奇蹟 第一個奇蹟在竹北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在幹嘛 一定你賣拉麵對不對 還是你賣什麼對不對 對 一定是那個 還是排蘋果 對啊 不然在Costco嘛對不對 不是啊 他要買房子 買房子喔 買房子 要穿紅棣 17歲要正式開賣 15歲就鵝 那個椅子在你擺 每一隻椅子都有代號 每一張椅子都有代號 你不要以為說椅子排 買房子 對 買房子 幾百萬還要這樣子嗎 你不相信喔 你不相信喔 那次買錢的菜 一次買三粒 我告訴你 你沒辦法去排 沒關係 我拿你排 你給我20萬至30萬 光光排隊就可以賺230萬 我就可以賺230萬 對 我如果幫你下訂的話 30萬幾條 因為他的開箭 27萬至30萬 排房子的人 你就親菜都30便 插1便就插30萬 插2便就60萬 所以大家在排房子 所以在現場我們看到那個畫面 那麼多人在排隊 其實說不定有些是黃鐵 不是有些黃鐵 大部分都是黃鐵 大部分都黃鐵 都在搶紅丹的比較多 都在幫人家排隊跑腿的 對 才一個晚上可以賺230萬 這個蠻好賺的 這也是目前來講 疫情之後台灣的奇蹟 第二個奇蹟 跟師父也撞不住 師父要在台中買一個政策 結果他就看到 看到一種漆漆裡面的獨棟 要畫拍 我真的有撥比 很厲害 4380萬 一拍 他比第二順位 只有增加10萬塊 就要到了 拍到了 而且今天就是台通科技 台通科技是什麼 在上三個月我們 上次是那個詐騙 對啊 就是西津十一那個 就連我們的那個 祝老闆都被騙了那一家 他那一家的 林滄海也被騙了 不是只有祝老闆 對啊 反正他們兩個好幾個都被騙了 都被台通人騙了 對 這個詐騙集團呢 後來據說被起訴了 是啊 然後房子被法拍了 對 想不到就讓師父給買到了 沒有錯 而且師父菩薩保佑呢 竟然法拍的價格比第二標 只有多十萬拍到 對 已經拍到了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資產股 好 第一個我們來看大同 那大同我想都知道 二十一號開始正式的一個 臨時的股東會 開始要正式決戰 九比九 這次我跟你說 這場戲好看 那台東為什麼市場牌買進去 最主要是資產 大家說大同是 捧著金飯碗的乞丐 因為他的資產有一千億 光是中山北路大同大學 還有大同總部 還有仁愛路的福隆大廈 仁愛路福隆大廈 那個就價錢了 只有這三個就250億了 這次房地產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台北 最清潔的在哪裡 台南 我們來看2014的中鋒 2014的中鋒 是中鋼的主公司 中鋼最近在那個 頭叫頭那裡 推一個中鋼的 三個天開 但是 就說那個案子 三天就賣光了 對 中鋼 中鋼去的 只要他不會投房間了 他自己的地 只要更平 應該用得不錯 是啊 那2014的中鋒 他現在要進軍台南 台南高分 說到台南高分和台南人也不知道 以前是安南區 以前那裡整個都雲 現在那個高分重劃區 那裡有一個九份大道 高分重劃區101 101公頃 以前是怎樣 以前都是雲 現在整個都變建立 你知道什麼人在買你知道嗎 什麼人去買 都是台積電那裡的高科技 科技挖高科 因為那個本來在 本來在那個線外 已經買到沒辦法買了 總要跳去高分 你知道嗎 他在那個高分大道 那裡有1.1萬公 1.1萬坪 1.1萬坪 那塊蓋起來 不得了 好 所以中鋼現在也是 超級資產品 對 本業虧錢 除了大同 中鋼之外呢 好 再來我們來看 廣峰 逃云 說到逃云 我跟你說 這次報復性的理由 竟然連桃園都要交通管制 那整個車是怎麼打到 整個打不去 逃云 高鐵特定區 那整個都一套 因為那裡最近 過去只是拗勵 現在電營營去 飯店也去 都來日本橫濱的水生公園 水族館 巴景島來那裡開了 那裡有6千隻的白鳥 6千隻的白鳥 那小孩去那裡看3點 才看不完 甚至有沉害的那個魷魚 都有什麼 都有那裡看 全世界最大的章魚 對 最大的章魚 你看看 這樣我們沒看到 剛才那裡有什麼 白鳥的那個 企鵝 企鵝 所以說小孩去那裡 有時候看得慌的你知道嗎 另外 我們在那個中北部 最大的一企鵝 也是在那裡 那這個廣峰 有一個廣峰新世界 廣峰新世界有8千元 他現在怎麼 他說賣完以後回租 他開到四十八億人 四十八億人 現在有這些財團都想要給你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 具有資產的資產股 在未來 因為那個楊金龍說什麼 都二十八塊要注意 可能未來一年都會二十八塊 這又不打翻 對 所以時間還會拉得很長 所以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資產股可以注意 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請問一下